海军物社熊山飞弹还贯穿 正在澎湖外海捕大名家的渔船 降力声号 驾驶舱被横向贯穿 出现直径两公尺的大洞 正在开船的船长头部遭到重击 其他三名船员也都被碎片砸中 幸运的是只有受到轻伤 当时船员立刻打电话回家求救 海军船舰到场把伤者救上船 但是船长却是已经明显死亡 由于熊山飞弹物社又物极渔船 实在太离奇太罕见 家属悲痛 检方在昨天晚间也持续在 势力殡仪馆进行相宴 要厘清真相 晚间六点多船长遗体 被从船舱抬出来 家属看到这一幕哭断肠 要追飞弹贯穿渔船确切真相 检察官晚间也持续在 势力殡仪馆进行相宴 而家属悲痛情绪 从七月一号早上八点多 接获船员求救消息时 就相当激动 直到中午左右 海巡船舰缓缓开进高雄新达港 后头拖着渔船 降力声 驾驶船严重坍塌 摇摇欲坠 政府人就倒在船舱 没有呼吸心跳 船长老婆看了 哭到贪软 根据船船损坏情况 国防部证实 熊三飞弹以超音速横向贯穿 出现直径两公尺大洞 船长当时正在开船 遭飞弹袭击 头部重创伤重不治 当时船上还有船长小儿子 和两名外籍船员 睡梦中被炸飞 全身多处割伤 鲜险直流 渔船降力声 澎湖外海部大名虾 却遭到熊三飞弹 贯穿击重 造成一死三伤 身体布满了这个木屑 以及玻璃 以及相关的金属的碎块 这些金属的碎块 疑似都是具有高速 高动能的冲击之下 所碎裂的金属碎块 所造成 由于熊三飞弹误射 又误及渔船 太离奇 太罕见 非但贯穿渔船 确切真相 得查明 给死者家属 一个最基本的交代